蘑菇屋的电话铃声一直是彭于唱接听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华不在了 而且张子峰又不善于表达自己 所以接听电话的任务就落在了彭于唱的身上 虽然彭于唱也是接听电话 也是和客人都没有什么话题 更不会闹出什么笑话 但接听的时候 彭于唱给人感觉很亲切 很有礼貌 这一次彭于唱又接听电话了 但这一次彭于唱慌乱中 也是没有把自己手中的碗筷放下 直接拿着碗筷去接听电话了 这个实在是粗心大意了 而且一点也不方便 也是没有地方放置手中的碗筷啊 这个时候谁注意到张子峰此时冲过来了 彭于唱接听电话的时候 张子峰也赶紧就跑了进来 直接就是接过了彭于唱手中的碗筷 一句话也没有说 彭于唱手中的东西张子峰居然都有看到了 他知道彭于唱的不方便 所以就过来帮助彭于唱来了 这个小女孩也太有眼力见了吧 好细心啊 张子峰拿着彭于唱手里的碗筷 也是接着就出去了 简直不要太细心啊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从小的举动就可以看出 张子峰这个人真的很好 一点没有偷懒或者嫌麻烦的样子 网友看到你是怒赞 我该你红一辈子啊 张子峰简直不要太好了 很喜欢张子峰下给您的表现 那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